两岸兵凶战危关系紧张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演讲说 没有国家安全 我们将失去一切 被赖清德拿来打抗中牌 我们要拿到张忠谋董事长所说的 确保国家的安全 提升国防国安的力量 靠实力来赢得国家的安全 外界炮轰 民进党不断挑衅大陆 撒美抗中 搞到两岸关系空前紧张 若要谈国家安全 民进党才最没资格 搞到现在的兵凶战危 不就是因为民进党破坏现状 并且挑衅两岸关系 而且一昧的逢迎美国所造成的吗 别忘了张忠谋台积电 就是在民进党执政 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才被逼的要到美国扩大设厂投资 和平财势找对的实际对面 没有我们都要来说 我们都要来吃饭 走这些说 赌口没来是你这一拨 侯友宜炮轰曾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狂喊台独只会带来两岸冲突 让台湾陷入战火边缘 侯友宜喊话赖清德对台独快表态 两岸和平的钥匙 我反对台独赖清德 赶快来跟进吧 这个你也可以抄啊 也可以用啊 记得啊 来跟着我啊 反对台独 他一直想要在高喊抗中保台这样的脉络当中 不断去攫取选票 为了是掩盖自己呢 在内政在实质方面的重大缺失 赖清德不要再骗了 靠骗票把台湾人骗上死路 想淡化台独金孙标签 却继续狂打抗中牌 究竟是要和平还是引战 赖清德应该对选民说清楚 记得先后路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